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自己找了很久 原来是在他这儿 男友挂了电话 拉起我的手 笑得温和 放心了 我们这么多年感情 你还不信我 我看着他 没有接他的话 因为这只唇膏是我的 迎着他求证一般的目光 我捏紧了手里的唇膏 淡淡回了一句 嗯 楚阳似乎是被我冷淡的反应 弄得有些不知所措 有些小心翼翼地问 怎么了 生气了 我摇摇头轻轻笑了笑 越过他给车子点火 开车吧 我低下头拿出手机 打开购物软件 余光看见楚阳松了口气 发动了车子 车子很快驶入车流 晚高峰时期的喇叭声吵得我有些烦躁 此时 购物软件的订单记录被我翻了出来 这只唇膏是他朋友的女朋友推荐给我的 上次见面我被种草 便自己下单 收到后随手扔在他车里 今天才被我翻出来 若不是有购买记录 他这样笃定又有朋友作证 我还真的会怀疑自己记错了 也许这只唇膏并不是我的 是朋友们做他车时落下的 可惜现在看来 他不但有事瞒着我 而且心里很清楚 我知道了会不开心 所以早早和朋友串好了说辞 只等着我问起时应付我 我收起了挂在脸上的微笑 面无表情地看向了窗外 跟楚阳恋爱这几年 他算得上是个不错的男朋友 对我体贴 工作中也很上进 他总说要努力工作 早点让我在这个城市有个安身之促 我心疼他太过辛苦 劝他不要着急 现在的年轻人只靠自己在一线城市立足 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毕竟楚阳的家境属实一般 无法给他帮衬 也许是男人都有自尊心的缘故 每当我劝他一步一步来时 他都有些不高兴 问我是不是觉得他没这个能力 久而久之 我也只能随他去 除开这一点 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矛盾 只不过 楚阳是做工程的 常常需要应酬 他在酒桌上的事我并不是很清楚 只能凭借着感情里的信任与他相处 好在他从没有做过出格的事 一直让我放心 不过今天开始 这份信任似乎已经难以维持了 身子猛地向前一倾 楚阳皱着眉将刹车踩到底 好像是和别的车发生了寡蹭 你在车上待着 我下去看看 他甩上了车门 站在车前和对方车主交谈 很自然地掏了根烟给对方 楚阳并不抽烟 不过碍于工作兴致 总会随身带着 两人聊了半天 最后交警过来要求留联系方式 楚阳敲了敲车窗 楚阳 我手机没电了 你把你的微信给人加一下 我把手机递给他 楚阳的手机黑着屏 安静地躺在我手边 处理好一切楚阳显然没了心情 有些烦躁 竟是些乱七八糟的事 乱七八糟 也许他心里清楚 难处理的并不是这场突如其来的小事故 而是这只唇膏 之后一连好几天 楚阳都在外地忙着工程收尾 我们之间默契地没有人在提起 有关这只唇膏的事 但其实他和我都心知肚明 提了也许我们的感情就会走向一个新的方向 也许就回不去了 我并不是一个爱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 得理不饶人的人 楚阳也总说我不像其他女人 似乎并不爱问那些你爱不爱我 到底有多爱我诸如此类的问题 有时她也会开玩笑 说就算她出轨了 我估计也只会平静地让她滚 这话说得对 也不对 女人在感情中总会有战有欲 否则那只能说明我压根不爱她 显然我对楚阳并不是没有感情的 我仍然会因为她有时在骗我而愤怒 毕竟女人的第六感一向有些玄学 能让男人费尽心思瞒着女朋友的事 说来说去也就是那么回事 这只唇膏的背后极有可能藏着另一个女人 但我并不打算现在就和她摊牌 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我并不想像泼妇一样去质问 没必要让自己处于被动的局面 不过因为她的欺骗 我们之间多年建立的信任算是完了 她有千百种不让我生气的方式 偏偏选了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欺骗 往后她说的每一句话 我都会对由自主地去怀疑 我想了想 还是给芷熙打了电话 芷熙就是楚阳朋友赵轩宁的女朋友 也是把这只唇膏推荐给我的人 我们四个是多年好友 如今他们两个已经联合在一起骗我 那么也就有可能去骗她 我把这件事简单说给她听 她似乎也很震惊 不会吧 楚阳不能做出这种事吧 希望是我想多了吧 也许并不是出轨呢 我顿了顿 不过你留意一下赵轩铭 话虽难听 但毕竟物以类聚 也许她也会选择同样的方式来应付你 电话那头静了静 在出声时 芷熙的声音带上些许哭腔 楚楚 你说要是我也碰上这种事怎么办 我和明哥这么多年 除了她 我还能跟谁在一起呢 芷熙是个单纯到有些恋爱脑的姑娘 连我面对这种事尚且会犹豫 更不要说她了 我到底有些心软转的画风 别担心 我只是提醒你 事情毕竟还没有发生 希望说我多此一举吧 那你呢 是啊 那我呢 也能当作没有发生吗 我和楚阳之间 已经真真实实出现了劣迹 走一步算一步 等她回来我跟她谈谈吧 挂了电话 负责处理上次事故的交警发来消息 说是行车 记录仪的内存满了 事故当天录下的视频只有一部分 定走有点困难 不过好在关键部分还在 让我去取内存卡 记得及时清理 一切都是这要巧 楚阳的手机没电 让我先一步看到了视频 有些时候不得不说 你人的第六感 真的准得可笑 楚阳的确出轨了 几天后 楚阳出差回来 风尘仆仆 手里却捧着一束花 黄玫瑰和粉玫瑰的组合 她将花递到我手中 表情温和 出差这几天 刚好错过你的生日 实在是赶不回来 别生气 楚楚今晚给你补过 我没搭她的画茶 接了花随手放在一边 楚阳 你懂花吗 她愣了愣 有些迟疑 选错了吗 这是我特意让花店老板配的 我摇摇头 她没选错 黄玫瑰是用来道歉的 都是成年人 她了解我的性格 从不会因为她的工作 与我的生日冲突 这样的小事就生气 但她却突然送这么一束花 跟我道歉 恐怕其中原因 也并非像她说的那样 听说男人做错了事 心虚的表现 便是会在其他方面 稍加弥补 那我订了餐厅 我们出去吃 刚进屋的她 立刻走向卧室换衣服 一边挑 一边问我哪件好 我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 直到她意识到 我没有出声 她才慢慢走过来坐下 怎么了 不高兴 生日过了就过了 没什么必要再不办 我累了 先睡了 我起身向卧室走去 楚阳的声音 也渐渐有些不耐烦 你以前从来不会因为这样的小事 跟我闹别扭 这次是怎么了 她像是极力忍耐 耐着性子哄我 当然这件事是我的错 我不是说你不能因为这件事生气 楚阳 我转身打断她 我们分手吧 她似乎没想到 事情会变成这种局面 一时间静了下来 许久才开口道 给我一个理由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只唇膏 在她眼前晃了晃 你知道吗 这是我的 她终于反应过来 脸色沉了下来 所以你故意试探我 我不置可否 站在原地静静看着她 楚阳气笑了 那你就更应该知道 我什么都没做 这要是别的女人的东西 也就罢了 你犯得着因为这件事 跟我生气吗 我在意的是你的欺骗 你为什么骗我 你心里没数吗 我仍以为 这话已经足够让她明白 我知道了一切 没想到楚阳并不死心 她发消息给赵宣明 让她过来跟我当面对质 我只是怕你生气 才会让赵宣明帮我 毕竟我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只是我没想到 这是你的东西 她说完这句话 便没了下文 我猜是因为 她也发现编不下去了 如果她真的什么都没有做 那么当时我问她 她的第一反应应该是不可能 绝不可能有人把这只唇膏 落在了她的车上 而她选择骗我 恰恰是因为 有一个不能让我知道的人 坐了她的车 导致确实存在这个可能 赵宣明来得很快 是我开的门 一起来的还有止息 嫂子 你别生气了 都怪我 楚阳事先真没有跟我商量过 芷希也有那只唇膏 我才会以为 是我丢在车上的 没想到闹出这么多事 这是 我也跟芷希解释了 我看向她身边的芷希 你跟她说了 我给你打电话的事 林芷希避开我的目光 犹豫着点了点头 初初 既然是个误会 不如咱们就别生气了吧 家丑不可外扬 我让他们进了屋 赵宣明似乎以为我信了这套说辞 坐下便开始找水喝 来得急 生怕你说不清楚 哥们够仗义吧 楚阳面色铁青 并不答话 我走过去到了杯水 摆在他面前 首先这次楚阳 似乎没有和你对好口供 他说你是有意帮他 可你却说你误会了 以为自己落了唇膏 在场三个人的脸色 随着我的话 开始变得不同程度的难看 其次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吧 我在楚阳的行车记录仪里 到底看到了什么 几人的脸色变了又变 最先反应过来的是林芷熙 他指着赵宣明眼眶放红 什么意思 这么说你真的和楚阳和起火来骗初初 被拆穿后又来骗我 赵宣明有些不耐烦 含糊其词地敷衍着 两人小声争辩起来 我看向楚阳 他安静地坐在那 不知在想些什么 注意到我的目光 他看向我 话里带着些怒意 却是说给赵宣明听 够了 别吵了 你竟然早就知道了 何必揣着明白装糊涂 看我在你面前掩饰 解释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聪明 把我玩得团团转 看他这样 我才惊讶地发现 原来男人被揭穿的那一刻 他们苍白辩解 恼羞成怒 但唯独不会觉得抱歉 在楚阳以为不会被看到的行车记录仪里 我的男朋友对着另一个女人深情告白 他表白的方式很熟悉 也很陌生 他像当初追求我那样 对他许下了属于我的誓言 我看不见画面 仅仅寻着这真挚的声音 还能依稀回忆起那是他说爱我的样子 只是隐藏在画面背后的这个人 早已面目全非 我只怪自己迟钝 没能更早发现 我的声音那么轻 甚至连我也怀疑我是不是要哭了 可我抬起手摸了摸自己的脸 什么也没有 我偏过头 看见了自己镜中的脸 镜子里的女人依旧体面 脸上甚至挂着冷漠的淡然 楚阳再也无法掩饰自己的愤怒 他站起来质问我 温若初 你真的爱过我吗 是我对你不够好吗 可你冷得像一块冰 从未为我融化过 我情愿你跟我吵 跟我闹 也不想看你这张什么 都无所谓的脸 男人真的很奇怪 你闹他嫌烦 你冷静时 他说你没爱过 在他看来 我应该愤怒 应该东溃 应该歇斯底里 我的情绪是他最好的勋章 可感情与我的确不是必须品 一段破碎的关系 能做到及时止损 消散离开 已经是赢家 体面点 楚阳 我轻轻道 赵轩明安抚完林芷熙 在一旁打抱不平 楚阳还不是为了早点买房 跟你结婚 他为了项目喝到吐的时候 喊的都是你的名字 林芷熙扯了扯他的袖子 让他别再说了 我实在是疑惑 也终于笑出声来 何必装作深情 你不是已经做出选择了吗 我看向楚阳 我们的关系如此稳定 甚至走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他这时候选择其他人 我倒是愿意信他几分 并非变心 不过是利益驱使罢了 为了我而努力 为了我才会出轨 这样的笑话就到此为止吧 楚阳垂下手 不再纠缠印了生蚝 直到最后 楚阳收拾好东西离开 他说 虽然知道你不会难过 可还是照顾好自己 我摆了摆手 砰的关上了门 就像做了场大手术 弯曲了可能会让我 痛不欲生的病灶 我的生活 似乎没有一刻 因为这件事停下来过 只不过相处多年 我和楚阳的朋友圈子 到底还是有很多从何的部分 我能删了他和他的好兄弟 却不能删了所有的共同好友 偶尔还是会在朋友圈 看见心心点点关于他的消息 听闻他最近一连拿下几个大项目 没日没夜地在公司加班 看上去的确是一副 用忙碌来麻痹自己的样子 朋友不了解情况 问我们怎么回事 我笑了笑 懒得解释 没过多久 其中一位朋友结婚 邀请我当伴娘 楚阳是不是伴郎 我问 朋友甘大道歉 但说是自己考虑不周 我摇头 没关系 虽然和平分手 但我也并不想在任何场合 和他以成双成对的形式出现 那天婚礼 我一个人坐在了其他桌 而楚阳和赵轩铭 只惜三人自然是坐在了一起 看得出来 楚阳这段时间应该是春风得意 整个人举手投足间 比起以往多了几分自信 那位应该给了她不少好处 不经意 肩对上了她看过来的目光 我平静转头 身边的奶奶笑得慈祥 小姑娘怎么跟我们老家伙 坐一桌了 有没有对象 奶奶给你介绍一个 我啼笑皆非 才发现 这桌居然只有我一个年轻人 奶奶热情太盛 我只好听着她给我介绍 时不时聊到去世 一桌长辈都乐得哈哈大笑 中间休息时 我抬头 才惊讶发现 楚阳端着酒杯走了过来 聊聊 她问 我还没说话 身边的奶奶笑眯眯地问我 你认识她 我抿了抿嘴 前男友 那太好了 奶奶转头看着楚阳 不然我还不好 把我孙子介绍给她呢 楚阳有些尴尬 只好信心离开 奶奶拉过我小声说 刚刚我就看她一直往这看 她甚至欺负你了 你可千万别原谅她 世界上男人多的是呢 一道吱声稚气的童声 叫着奶奶扑了过来 我看着眼前捡着锅盖头的小男孩 仰然失笑 好的 绝不原谅她 婚宴散场时 一直没露面的林芷汐走到我跟前 她有些尴尬 初初 我不是站在楚阳那边 只是赵轩明和她毕竟还是兄弟 我看了看她 我看了看她 绿微隆起的小腹 点了点头 我理解 她夹在中间立场尴尬 当然我也不需要 她为了我和她的男朋友对立 我也快结婚了 你会来吗 我知道 你提醒过我 赵轩明不是多好的人 可我的青春全都是她 这时候放弃我不甘心 何况她目前也没有对不起我 是不是 林芷汐的眼里 有一丝恳求的意味 仿佛我说是 她就有信心坚持下去 但我已经没有耐心 陪着她自欺欺人了 任何事情都有沉没成本 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及时之损 所以我理解你的选择 也尊重你的选择 只不过 我顿了顿 以赌徒的心态 坐上感情的牌桌 我只能祝你好运 云指西眼里的光慢慢消失 嘴角溢出苦笑 我做不到像你那么果断 也许你这样被爱包围着长大的小孩 真的不能理解 我为什么非要自讨苦吃吧 谢谢你 我就当受到你的祝福了 她转身离开 我看着她的背影 不想再去争论 尊重 理解 以及像她说的那样祝福 很长一段时间 这三个人逐渐消失在我的生活中 曾经我们玩得很近 工作以外的放松时间 几乎都是和他们度过 喝酒聊天 谈谈烦心事 的确也算是陪伴过彼此 但其实没有人会缺朋友 而我的工作也渐渐忙了起来 我是个插画师 不需要赶稿的时候 看上去的确算得上清闲 忙起来时 几乎不太会从自闭的创作状态中出来 常常连自己的吃喝也顾不上 更不用说身边人 这大概也是楚洋口中所说的不爱吧 新项目我负责的是一部电影的几个分镜海报 没有灵感的时候 我会去社交媒体上分享一下主题 看看粉丝的意见 我的账号算得上小有名气 有几万粉丝 所以一般后台私信 很多也是尝试 但这天看见那个小红点 我难得没有忽略 点开是最近访客的提醒 有挺多是学画画的学生 或者是我的粉丝 但其中一个头像引起了我的注意 头像是张很漂亮的自拍 照片里的女孩自信张扬 美得很大方 但是点开主页 里面却是干干净净 什么也没有 唯一一条是系统自动发的生日祝福 有一个点赞 我点开看了 果然是楚洋 原来这就是他的另一个选择 这条动态的时间有些早 大概是今年上半年的时候 我想起有天早上起来 楚洋说公司空降了新的领导 听说是老板的女儿 问我这种情况 他的生日送什么东西合适 我告诉他太过费心反而不好 不如就送一束花 简单大方 现在看来 这束花大概是他在无人的时候 私下送的 而他也如愿获得了几个新项目 楚洋有欲望 有野心 选择对他多有弊意的人 我可以理解 但并不认同 尤其是他这种背叛的方式 赵轩铭说过 他为了项目喝到兔的时候 叫的都是我的名字 我当然不否认 楚洋曾经很爱我 他喝醉时痛彻心扉 可他说的是 初初 我还要多拼才能混出头 是不是怎么努力 都比不上那些人一句话 我看着他喝得通红的脸 和迷茫的眼神 我也给不了他答案 人的出生本就无法选择 有人出生就在罗马 有人一辈子都不知道 有个地方叫罗马 楚洋想走捷径 但像他这样没有背景的人 跑得太快 容易摔得更惨 这么想想 其实我跟楚洋注定会分开 就像那句歌词 欲望聚沙成塔 价值慢慢分岔 太多失望 让我对你的信任慢慢崩塌 接到原来房东的电话时 我有些惊讶 和楚洋分手后 我很快就退了原来的房子 换了的地方 哪怕我能清醒抽身 但待在满是过去回忆的地方 难免有些隔音 电话里的房东 听上去很是着急 语气里全是无奈 甚至有些责怪 温小姐 你男朋友联系不上你 在家门口转了几天了 搞得新租客很烦 电话都打到我这里来了 你看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自己解决一下 他提到男朋友的时候 我甚至一时间还没反应过来 分手有些时间了 而我也一直在忙 楚洋这个人已经渐渐被我忘在了脑后 楚洋似乎怕我不同意见面 就着房东电话便开口了 温若初能不能见面聊 我叹了口气 我换了房子 又拉黑了他 没想到他还会回去找我 到底是不能因为自己的事 影响到不相关的人 虽然我实在想不到 我和楚洋还有什么事情没说清楚 但我还是决定见他一面 和楚洋约的地方是我们都熟悉的店 我到的时候 他似乎已经等了一会儿 见到我他自然的想要帮我点美事 我拦住他 借了 直接说是吧 他点单的手愣住 尴尬的合上菜单 我看看他 又看看表 最近很忙 他要是说太久 会影响我的工作 楚洋显然也看出了我的不耐烦 但他还是沉默着不说话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我轻轻敲了敲桌子催促 他才推了一张卡到我面前 不够的话 我可以想办法再加 我皱了眉 完全不明白他在干什么 我最近接了几个项目 前期资金全部投进去了 但每一个都卡在了立项 楚洋的脸色很难看 显然也没有想到 会有今天 我明白了他为什么沉默 看来是难以启齿 因为没有用而背弃的前女友 他怎么拉得下脸来求我呢 不过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问 不是我在伴猪吃老虎 而是他说的这些事 的确跟我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他的嘴角溢出一丝自嘲 别装了 温洛出 周菊是你爸 我的项目做得好好的 怎么会突然全部卡住 难道跟你没有关系吗 我承认我在感情上 的确对不起你 但工作中我多少还是有点能力 你要报复我 也不是这么个事 我笑出了声 可笑我自己的工作 忙得人羊马翻 他居然觉得我还有空去报复他 楚洋 你看看我姓什么 再看看你口中的周菊姓什么 我早就告诉过你 我是单亲家庭没有爸爸 你怎么会觉得 我在背后整你呢 楚洋用力地捏了捏中指 深吸一口气 像是做了很久心理建设 他说 我不管你们之间是怎么回事 他是你亲爸 就算这事不是你干的 你一句话 我不信他不肯帮我 就当我求你 温洛出 这些项目如果黄了 我这么多年的努力就全完了 我听完他这一堆话 点了点那张卡 里面有多少 也许是见到希望 他打起了精神 我不好明说 但肯定算有诚意 我点点头 伸手叫了服务员过来 要了一杯水 楚洋见我点头 僵硬的脸色渐渐缓过来 整个人也松懈了下来 所以这杯水泼到他头上时 不得不说 他脸上的震惊还是有些取悦了我 我看着冰水浸透了他的衬衣 忍不住冷笑 醒了吗 楚洋 清醒了 我们再继续谈 服务员见状 尴尬走开 楚洋有求于我只能受着 他说 就当我欠你的 只要你把这事解决了 随便你怎么做 看来是还没清醒 那就不用再跟他做无谓的纠缠 我起身想走 楚洋伸手拦我 我被彻底气笑了 楚洋 你怎么敢让我 为了一个背叛我的你 去求一个背叛我妈的人 你是不是还要怪我 没有把我那个有能力的爸爸介绍给你 这样你也不用舍尽求远 跟我闹成这样 他低着头没有看我 但我猜他的确这样想过 为什么自己的女朋友家里明明有能帮到自己的背景 却从来没有提过 我从来不提 因为我跟他口中的那个人 也不过仅仅在生物学上 有点割不断的关系罢了 在我还不知道背叛两个字怎么写的时候 就已经尝过了背叛的滋味 我的父亲像楚洋一样选择了捷径 他拎着东西决绝地离开我妈的那天 外面很冷 无论我怎么抱着他哭 叫他爸爸 他都没有回过头 南方下完雪 开始花洞的时候 地上全是黑色的脏水 这些脏水打湿了他 给我买的粉色羽绒服 原本漂亮的小裙板上 全是屋子 我只能坐在地上 看着那个名为父亲的人 坐上昂贵的小汽车 渐渐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从此我再也没有穿过那件衣服 云芷熙曾经说 像我这样被爱包围着的人 不懂他为什么执迷不悟 其实那天他说错了 我骂一个人 一点一滴地缝不我残缺的童年 是他的母爱撑起了我的天 是他告诉我 允许一切发生 一道确定无解的题 再去检查修改 只不过是浪费时间 其实止损是他教会 我的人生第一课 他把我养得很好 我才会长成林芷熙 口中被爱的小孩 但正是因为懂得 才会成长 谁也不是天生 就能清醒理智地 面对一切意外 这么多年 我甚至不知道那个人 最后去了哪个城市 也绝不可能主动去联系 楚阳 捷径可以让你走得快 但不一定能让你走得稳 你既然选择了这条路 任何后果你都应该接受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查出来的 但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更不会帮你 如果一开始 你肯告诉我 他是你爸 楚阳抬眼看我 他的眼里有不甘 有后悔 也有一点迷茫 他可能也在想 怎么就变成今天这样了 可是没有如果 楚阳原本的经历 不过是能够完美地 带一个项目 可他现在不到半年时间 手上堆了五个项目 人一旦飘了 做的事就会漏洞百出 哪需要我去报复他呢 那天我离开时 他仍然失魂落魄地坐在那 曾经豪言壮志 神采奕奕的人 终究垂下了高昂的头颅 工作时太过专注 漏了很多电话 过了很久 我才看见一个陌生电话 打了几遍 放在平时 我通常不接陌生号码 不过这么执着 也许真的有事吧 我回了过去 想了好久才接通 等了很久 那边也没出声 不说话 我就挂了 也许是打错了 等等 楚阳生是你对象 低沉的中年男生 传了过来 我皱了皱眉 这声音很陌生 但我却知道是谁 我们之间隔着的 不是断断续续的信号 而是二十多年 实实在在的岁月 哪怕曾经亲密无间 但我们现在与陌生人无异 所以我淡淡回了一句 你打错了 那边没有坚持 很快就刮断了 我根本不在乎她 会不会因为我帮楚阳 也不在乎楚阳 有没有打着我的名号 求她办事 说到底 这两个都是和我无关的人 晚些时候 我把这事告诉我妈 电话里传来麻将机轰铃的声音 酒桶 我要胡大的了 闺女 你说啥 我妈乐乐呵呵地喊着 旁边的阿姨们都笑她沉不住气 早就看出来是大牌了 我在这头也笑 跟我妈说多赢钱 请我喝冬天的第一杯奶茶 她连连说好 急着挂电话 我哭笑不得 心情一下子变好了起来 没多久 她果然发了个红包给我 配上猫猫摸头的表情包 我妈爱赶潮流 倒是从我这拿了不少表情包 不过 她要是给我发的心平气和 线下倒也合适 情绪一下子被打断 我上外卖软件点奶茶 门银响的时候 我还奇怪 今天的外卖小哥 是知道我心情不好 速度这么快 没想到门外站着的人 倒是让我有点惊讶 楚阳的捷径找上门来了 她站在那 气质里带着些富贵从容 的确一看 就是富家千金 我不知道她怎么也有事找我 毕竟我和她实在 没有什么共同话题 有事吗 出于礼貌 我还是问了一句 她笑了笑 别急着关门 我是为了你来的 请我进去坐坐吧 我侧过身子让她进来 外卖小哥刚好也到了 一杯不送 所以很巧我点了两杯 我将其中一杯放在她面前 如果你也是为了那些项目来的 喝完这个就走吧 如果连水也不招待一口 倒显得我还在介怀 她并不见外 大方地尝了一口 挺好喝 但我不是为了项目找你 我就是为你而来 听说楚阳找了你 她求你和好了吗 怎么可能 我说 她点了点头 盯着我的脸 见到你之后 倒是让我放下心来 你的确不是个糊涂的人 知道我是什么时候 才知道你的存在吗 楚阳搞砸了项目 给我惹了那么大的麻烦 到处找关系 我才知道 原来她追我的时候 居然还有个女朋友 她说这话我并不意外 当初我看到的那段视频里 她并没有答应楚阳 楚阳两头骗 追到她估计会先一步 跟我提分手 但一时间没有得到答复 所以还在我面前 瞒了些时间 就算失败 只要骗过我 就可以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 继续扮演她的深情男友 无论怎样 总归是不会亏的 像是她会做出的事 我说 她叹了口气 知道我被小三后 我就把她甩了 那天看了她你的动态 没有楚阳这个糟心事 没准我们还能做朋友 本来不打算打扰你 但是我听说 她来骚扰你 我怕她继续骗你 毕竟渣男总是会花言巧语 不过 看来你很清楚她的为人 那我就不多嘴了 走了 算解倒霉 看走了眼 她笑了笑 站起来要离开 没想到她来是为了这事 我想起了我最初打给林芷熙的电话 墨地差不多 可眼下结果却是截然不同 我想了想还是问了 那些项目你们应该能解决吧 她耸了耸肩 没事 我自己看错人 后果我担着 亏钱跑不了 不过 她小声说道 那位周菊的确是个硬骨头 估计得老老实实从做了 我微微笑了笑 我不了解她口中的人 不过她说的话没错 要是没有楚阳 我们因为别的事情相识 也许确实能成为朋友 我和楚阳的事 算是彻底结束了 辗转听说她搞砸的项目 亏了很多钱 全部推翻重做 之前的公司将她劝退 楚阳选择了回老家 那个费尽心思要在这个城市 拥有一席之地的人 最终还是没能留下 而历之年 从毕业起 就为之奋斗的目标 一下子回到起点 我想她没有从头再来的勇气 林芷牺牲了个可爱的小姑娘 在朋友圈发了很多照片 想来应该也是幸福的吧 我点了个赞 下一秒 手机却来了几条消息 她的头像还的是 当初刚毕业时 我给她拍的游客照 里面的姑娘单纯稚嫩 如今也成了母亲 初初 赵轩铭每天都很晚回来 我怀孕后她好像一下子就变了 变得一点都不关心我 我生孩子她都不露面 出了月子才见到她 我知道是我自己蠢 不值得同情 可你说 我现在还有重新开始的机会吗 她的消息一条接着一条 我不知道这些文字的背后 是不是藏着她的眼泪 可我看了之后 却很平静 有些人不是变了 而是本性暴露 从她随口就会和楚阳一起骗我时 她就该醒了 因为一个正常人 是不会帮朋友这种忙的 林芷希的消息该怎么回 我想了很久 最后我只能实话实说 对你自己而言 从新开始 什么时候都算及时 可对你怀里的那个小婴儿来说 我不知道 这选择是对还是错 就算你能弥补 可她一出生 就活在了破碎的世界 她把自己错误的选择 带来的后果 给了一个世界上最无辜的人 哪怕并不是故意的 林芷希正在输入中很久 但最终她没有回我这条消息 这一次我终于选择把她删了 其实很久之前 我们就再也做不成朋友了 这一年结束的时候 我收到了一支供稿的编辑的消息 她说我之前教的几张 话挺特别 跟我之前的风格都不一样 我看了看 才知道她说的是 刚分手那段时间的几张 你的画风一直偏暖 但这几张多了点现实的骨感 不过也挺好 新的尝试 目前看起来很成功 考虑出个作品集嘛 那段时间 楚阳到底还是给我带来了负面情绪 下笔的时候不自觉带了情绪 好在我吸收了她带给我的坏情绪 成为我的养分 开出了新的画 不过我并不确定 这是否只是昙花一现的灵感 要是画不出来 倒是砸了自己招牌 于是我回复她 我还敲再考虑一下 农历新年的时候 快递送了一堆高档年货过来 五斤的车梨子就有好几箱 既见人姓周 不过没有全名 只写了周先生 收获时我妈拿着锅铲 从厨房里探出脑袋 谁记得 我抿了抿嘴没说 我妈看我这样 明白得很快 干嘛那副表情 扔了浪费 多少人吃不上饭呢 我弯了弯嘴角 我也是这么想的 不过事后 我还是给很久前 给我打过电话的 那个陌生号码 发了条信息 告诉她不用再寄东西 对我和我妈 只会徒增困扰 那边只回了一个好字 也许是因为 今年重新联系上 但无论她抱着 怎样的心理 做这些事 我已经不是小时候 抱着她哭的小女孩了 零点钟声响起 烟花绽放的那一刻 我突然感到 前所未有的轻松 我最终同意了 试试出作品集 新的一年 新的开始 花自开 人自醉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贤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拜拜